但是沒有用 因為不管你怎麼洗 實際上他在6月份 而且他這個所謂要來幫忙洗地帶風向 就胡說八道啊 他說為什麼球團不反應 球團反應啦 公會也都反應啦 提出了20個問題 27下 27個問題 27個缺失 結果最後也沒有改啊 或者說改了之後還是有這麼多問題 所以6月7月當時其實是很多新竹市議員 也包含了像高鴻安委員 然後都有到現場去勘查 林根仁也有去現場去做勘查去瞭解 抓出了一堆問題 球團來的時候呢 也抓出了一堆問題 那然後呢 最後市政府當時都說沒問題 結果一開賽馬線出現一大堆問題 那抓了一堆問題 還有一大堆問題 那到底當初有多少問題 民進黨存在的本身就是個問題嘛 就我們怎麼會放任新竹市政府 給他搞成這個樣子呢 而且接下來我看到那個 新竹市議員的監督啊 他的所資然後就下面 是的市議員林彥甫去要 要了兩張紙回來 一張公文 一張像傳單DM就這樣 這很扯 因為呢議員我們在所資 在質詢的時候 而且呢這個議員 其實還挺認真的 他問的東西呢 都是非常的細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市政府不給你資料 其實要怪你自己不會問 你問得很空洞 那人家當然就答得很空洞 所以你要問得非常的具體 所以我看到這個議員呢 挺認真的 就問了他說 你可不可以給所有契約的電子檔 然後你的勤款驗收 然後還有金額的紀錄 以及所有細項的列表 然後還有很多各式各樣的 其實問的都非常的細緻 包含什麼消防的安檢 安檢的紀錄 防災的計畫書 就是說施工的公司跟廠商 有沒有提供哪些的資料跟內容 給我們市政府 這些資料統統都拿過來 因為搞不好一查發現 他根本送來送審的資料 當初就亂寫啊 或我們從他送審的資料裡面 可以看出來 他應該是花多少錢的 那他本來可能要買的是 A材質的草 結果就買了B材質 這些都可以細細去抓 所以市政府給資料 結果就給了一張宣傳單 這樣給了兩頁 第一頁是公文 第二頁是宣傳單 那等於是啥都沒給 那這很顯然的 不僅是囂張跟蠻橫或霸道 就完全是逃避監督 再一個是什麼呢 因為這名議員他還蠻仁慈的 他也沒有限制說 你兩天內回覆 三天內回覆 他給五天的時間 理論上他要的資料 都是既定的檔案 廠商給的資料 市政府何時去做勘查 市政府何時驗收 以及所謂的請款撥款 這些事情 那都是既存檔案 這實際上不僅是逃避監督 根本就是黑箱作業 那這個黑箱作業 也不知道過去議會到底 預算他是怎麼審的 就去年到底是怎麼來核可 他過去的執行的狀態 那再來呢像最近 新公處市政府的發言 以及包含像民進黨的發言人 也完全都是鬼扯蛋 首先呢因為這一次很大問題 叫沒驗收就先開賽 這不是開賽這是開玩笑吧 怎麼會有沒驗收完成 然後就開始準備打比賽 是把球員跟觀眾都當成場勘員嗎 你要讓球員冒著性命 跟受傷的風險 你要讓觀眾冒著受傷的風險 這就像什麼 哎呀那個你先吃藥對不對 這個吃死了之後呢 不好意思那再跟醫生說 沒關係反正我還沒付錢 可以這樣嗎 不過沒關係 因為民進黨從高端以來 就是這樣 三騎士也沒過 反正你先打 打完之後出事了呢 所以羅秉承說的有錢力 就是指這個意思 大概是這樣 而且民進黨在這部分的講法 是鬼扯 就是根據政府採購法 有些工程可不可以還沒驗收 就先使用 有些可以限定在什麼呢 在整個工程不重要的地方 它原文叫非屬重要性質 你就可以未驗收先開用 可是你是整個球場都不用了 你整個球場都用了 難道整個球場都是不重要的東西嗎 那你蓋這個球場幹嘛 你蓋一個不重要的東西 因為到場驗收或到場去剪彩的人 蔡英文 鄭文燦 還有這個姓沈的 我都不屑記得他的名字 還有這個超跑間 我也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超跑間 你們也都是個不重要的生物 跟角色而已 所以你們在那邊 應該也只是叫剛好而已 不過實際上 未來不僅是審發會 應該是叫 是嗎 沒錯吧 我真的不記得他的名字 我真的不記得 一個也不會當選 沈慧宏 還審發會 沈慧宏 沈慧宏 你在玩什麼梗 不是梗 因為我真的不記得 沈慧宏 我真的不記得沈慧宏 我幹嘛一直講他名字 幫他做宣傳 講講林根仁 講講高鴻安 而且未來我覺得 高鴻安機會就會很大 高鴻安機會很大 那林根仁呢 可能也會被民進黨 反過來攻擊 反而是高鴻安非常有機會 未來如果當選的話 這段就是沈預言了 這段記得要剪 short 剪精華 放在YouTube上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大新聞大爆掛 所以回過頭來說 這個球場上 因為這個廠商 他其實先前已經被標記為 不良廠商了 那在整個的議會質詢 以及包含他預算執行的部分 其實議會都應該積極 再去監督的是 因為現在新竹市政府 大概公務員 也沒有什麼在幹事情了 因為都要選舉 都要交接 像台北市政府也是一樣 他也不可能有新的措施 他們也不可能有任何 推動新的政策 反正大家就只是說 你要修橋鋪路 就修橋鋪路 已經開始會有這種 拖拖拉拉的現象 甚至現在在發言的 這些所謂的處長 或什麼的 他們也覺得 反正未來就要換老闆 老闆換了之後 我再來做什麼事情就好了 作為公務員 他們能不能夠認罪 他們當然也不能夠認罪 他們也不能夠認罰 因為這會影響到他們自己的 這個事業 所以他們現在幹嘛 他們所有的回應 都叫做被迫無奈的回應 這不是要大家去同情他們 而是什麼 說身為公務員 在積極想要保護自己的狀態之下 都能夠講得這麼鬼扯 那就表示這件事情 本身一點辯護的可能性都沒有 大家知道嗎 就他已經沒什麼好辯護 這就是你的責任 這就是你的疏失 你就是沒有完成驗收 那你要去扯一些法條的適用的話 也都是通不過嚴格的檢驗的 不論是從廠商或者是從施工 然後也是從最後 那為什麼你要沒完成驗收就先開賽呢 就因為是政治因素嘛 就因為你趕著要在7月份的時候 你要請蔡英文來造勢 然後你要趕著在球賽開始的時候 優先的來使用 所以對於民進黨 對於林志堅 對於蔡英文而言 你們是把選舉的利益 要把這整個造的聲勢放在第一位啊 但是球員啦 觀眾啦 這些安全的事 你們都是放在末位的啊 所以你們根本就沒有重視所謂 對運動球員的各種的職業生涯的發展 甚至呢 我們也知道 當事件發生的時候 反而呢 是很多藍營的在野黨的人 跑到球員的粉絲專頁下面 去慰問去關心 綠的一格都看不到 綠的以前不是非常熱愛體育的賽事嗎 蔡英文親自當體育轉播員 然後天天啥事都不幹 然後天天在那邊播報體育賽事 結果呢 真正的因為民進黨自己執政的 自己蓋的這些工程體育賽事 就是出問題了 而且球員受傷了 那怎麼就沒有民進黨的人 去關心慰問留言一下呢 所以可見民進黨所謂的 愛體育啊 是不是 那叫做假尊重真利用 所以連慰問都要分顏色 慰問而已耶 慰問而已啊 你看他如果跑去慰問的話 你看對於民進黨來說 如果去慰問 不就表示是球場的錯嗎 球場有錯 不就新竹市政府有錯呢 不就林志堅有錯嗎 那不就表示民進黨有錯嗎 所以民進黨死不認錯 那當然就不能夠去慰問 那這跟陳時中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防疫一定是非常成功 他才有資格出來選台北市長 所以什麼快篩有錯 他打死都不認 這也可以側面印證 我覺得球場有錯 大家都覺得新竹市政府 至少把關不利 施工不利 有責任 當初快篩有錯 為什麼民進黨可以覺得說 你看我都沒錯 都是廠商的錯 林志堅就是臉皮也不夠厚 他再厚一點就應該 他臉皮還不夠厚 還不夠嗎 他再厚一點要學食藥署長 吳秀美一樣 他就要硬起來 全部都是廠商的錯 我都沒錯 那如果大家覺得這個道理 為什麼他自己也覺得 這個道理不能過關 因為陳時中跟食藥署長 實在是更加的唬爛 那為什麼陳時中 他可以那個樣子的唬爛 把錯都卸責給廠商 但林志堅沒有辦法 把錯全部都推到廠商身上 很簡單就是因為 蔡英文有加持陳時中 所以民進黨在陳時中這一塊 在防疫的這一塊 就是一定要全部力挺過關 但現在蔡英文已經要放棄 跟切割這個超跑間了 所以沒辦法 超跑間他就盡可能的要 爭取中間選民的歡欣 盡可能要逃取這些 體育選民的喜愛 那他就只能夠無情被蔡英文放生 可是這個 好像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掃描一下就可以到 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